等会儿啊 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和她好闺蜜 咱们沐沈巴南市的凌家千金 林以沫 哇 巴南市的凌家可谓只手遮天 涉及到金融 医疗 珠宝房产等行业 据说林小姐林以沫 更是美貌过人 犹如书中走出来的美女 没想到你跟她竟然是闺蜜啊 今天过后啊 你和她也是闺蜜了 那就养上你的饮件了 你们刚刚是在说啊 还在国外的凌家千金 林以沫吗 你是 哦 疼出了 关了自我介绍 我是误审复毕室 沈家长子沈义 原来是沈公子啊 怎么 你也认识以沫 真有心认识 又要见面了 当初追求你被你无情拒绝 我是历历在沫 巴南凌家千金 林以沫入场 黄小姐 这里似乎有人对你不太友善 苏唐 你是在巴都嚣张跋扈惯了是吧 以前你欺负我都忍让你 但以后不会了 沈义 你正在那里干什么 没看到我被人欺负了吗 苏唐 别生气 林以沫 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两个都分不出高低 现在你出国留学几年回来 要不我们再继续 你我还不放在眼里 林以沫 当初你们林家面临危机 问我们苏家借了五个亿 才有今天的林家 当初林家有危机 我母亲是问你们苏家借钱 你们是借了五亿 但却提出要林家的煤矿产业 煤矿给了你们 还还了你们十亿 忍让是有限度的 别忘 是林以沫 八男凌家 凌峰 凌夫人 凌小姐 一家三口入场 爸 莫莫 莫莫 你怎么回来了 都不跟爸爸说一声 爸爸去接你啊 看您这样子 我就算告诉你 你也没空吧 妈去世后 您就送我出了博 这几年 这两个人住我家 莫莫 你有些事情 我们回家说 你现在回答我 怎么跟爸爸说话 爸 妈妈为林家付出了多少心情 甚至付出了她的女生 但是 现在她的家里 却住着别的女人 和这个私生女 妈妈在九泉之下 能瞑目吗 我的事情 我找你管 我不想管你这些 我只是替妈妈嫁给你 而感到悲哀 那你就永远别回这个家了 永远也不回去 姐姐 你这是要退出林家 跟爸爸端绝关系吗 对 从今往后 林以墨 跟林家 再无国旗 今天是雾省商业大会 来的都是雾省各地 有头有脸的豪门世家 有的人已经不是豪门千金了 继续在这个顶级的商业会场里 恐怕不合适吧 林以墨小姐 你既然现在已经不是林家天金了 那又以什么身份去参加这场商业大会呢 没看见吗 林以墨 还不快滚 林以墨 你再不出去 我就叫人把你拖出去了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然呢 我虽然不是林家的人了 但是 参加这场大会 我还是有资格的 林以墨 别挣扎了 你这样 是会让自己更难看 我留学期间 在国外创造了自己的企业 其中理财最为显著 在雾省 近三年的大部分国外理财投资 都是在我公司名下 各位 我以自己的身份 有资格参加这场大会吗 雾省的各位叔叔伯伯 看看姐姐们 我可以跟姐姐作证 三年前 父亲送姐姐出国 姐姐一到国外 便在同学的贷款之下 开了公司 姐姐投资理财能力出众 很快便有了成效 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人 直到一位大佬出现 给了姐姐十五亿 并签下对赌协议 十五亿给你 不用任何利息 但是 三年内 如果公司盈利不足十五亿 连本带利 赔偿三十亿 陈菲菲 你怎么知道这些 这家三年将至 姐姐的公司盈利十亿 给你投资十五亿的 是我的未婚夫 楚都的豪门市家长子 楚庭峰 我苦苦涉局三年 今日终于血恨 亭峰 你来了 我来晚了吗 不晚 刚刚好 好啊 原来这场好戏 才刚刚开场 巨额债务 你把自己卖了 都还不理 楚少 我叫苏唐 务守苏家 多多关照 林以沫 终于见面了 我投了你快三年 怎么 变到你大金主了 不高兴了吗 你们行家伙重 为哪个阴谋 不惜巨资筹创划三年 这就是贤婿啊 林峰 这是我爱 我不好 就快叫岳父了 刚刚还有人说 行借自己的能力 就能参加这次的商业大会 我现在倒想看看 负债三十亿的人 想说什么 宫时得顿的楚家和灵家 这小丫头 真是万劫不复了呀 你别看着我呀 我只平时给你帮帮枪还行 到了这个地步 我不能以为帮你 自己烧连累啊 而且 世纪你 你已经对我的恩情 我也管得差不多了吧 等你去精神 再问你 林峰 你生性要强 想学你母亲 但是还是要掂量一下自己 你有什么资格替我母亲 她是一个成功的人 在雾上 她是屈指可数的女强人 与其也将 而你 立不上她 几年前母亲死得不明不白 这里面我就存在了太多的质疑和疑惑 如果我哪天查出 我母亲死于非命 我一定不会伤罢甘休 我本来打算 静静地看着 看你如何完蛋 你一个女孩子 对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种态度 你那短命的妈呀 要不是早些年 跟着林峰组长做了事 你还真就以为 没有她 就没有林峰一家了吗 你怎么这么夜郎自大呢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 究竟为林家做出哪些贡献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都清楚 林峰 你快点向林家和楚家赔个罪吧 也说不定 沈亿 你看不清此事吗 如果你还想继续跟我们在一起 就上去 给这个贱人一个耳光 贱人 才是看不清局势 好好的人也不做 活该 姐姐 我也不是什么绝情之人 毕竟 咱们也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也是有血缘关系的 给你两个选择 一嘛 还三十一 二嘛 自己 在脸上 划六刀 一刀 我可以 你不会真的想毁人吧 这么漂亮的脸蛋 如果划伤 你太不负责任了吗 那谁来负这个责任 我 你 今天是什么日子 神经病越来越好 你什么身份 也在这儿成什么英雄啊 你负责 你真的负什么责吗 我今天的责任 就是来到这儿 把他给安全的带紧 可由不得你 你是谁 好来这里撒眼 我是谁 你还没有资格知道 好啊 那你替他把那三十亿还了 三十个亿 我看这小子 连三亿都没见过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知 小子 你在这里逞英雄 小金最后 逞狗熊 今天怕是有好戏看了 这不关你事 而且 这不是你说帮就能帮的 在今天 你有这个心 我已经很满足了 趁现在还早 你走吧 你俩在这儿唱双簧呢 说走就走 吹个牛 夸个海口 就这么走吧 你把我们这些人的面子 往哪放呢 好啊 这三十个亿 我来晃 你们作为一帮豪门 来到这里开商业大会 居然欺负这么一个女孩子 这也太丢雾神的脸吧 小子 我劝你了 不要惹火上身 我还嫌这火不够大呢 给你撑一把如何 这样吧 就先从你们白家开始吧 你认识我 嗯 是啊 既然你认识我 你就应该知道 什么叫 吃食物者回俊杰 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个头 我便不与你计较 没错 倒是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个头的话 我就可以放过你们 放死 找死你 今天你们在场的所有人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明白吗 这样 你就先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 五个亿吧 小子 你是乌生的吗 你是乌生的吗 原来又是一个神经病 乌生的豪门公子 跟我都是治疗 跟我都是治疗 我都不认识你 你在这里装什么 丁家 丁公子是吧 我还没找你呢 倒是自己凑上来了 这样吧 你也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五个亿吧 臭你这么说 是不是还有我呀 没错 就是 其实吧 你也是个强头层 你大胆 如果你想死 我也可以成全 那可不会 你也要为自己 今天的行为 付出代价 你 也付出五个亿吧 小子 装够了吗 我们现在已经 错够十五个亿了 我看你怎么拿 你一个电话 就能让我们三大家族 损失十五个亿啊 笑话 在整个雾省 我们白家 虽说不敢与陆家 相提并论 但是 也不是什么人 想欺负就能欺负的 喂 所长 刚刚陆家从白家撤资 固然的撤资 对我们印象很大 不到一分钟 股市暴跌 此时准时 预估五亿所长 什么 喂 什么事吧 你的哪 陆家从股市撤资 您存在操受 这短短一分钟 我们已经亏损 至少五亿啊 什么 五亿 接下来 该到你了 许个家千金 如果着急的话 不如打个电话回去 关心一下家里 家里股市有什么变化吗 什么 五亿 你 你到底跟陆家什么关系 陆家二公子陆少青 我跟他很熟 大公子一直在国外 你不是陆家公子 你到底是谁 陆少青 你认识他 那么 你直接去问他好了呀 陆家代表 怎么还没来 你究竟是谁 这么着急知道 别着急 等我先把这三十个亿 玩玩再说 好了各位 现在 我已经有十五个亿 还差十五 让我想想 这钱 从谁呢 你看我干什么 要不就你吧 苏家小姐 刚才 你如此对你 接下来 就从你们苏家开始吧 就算你和陆家 有什么关系 你也不要在这里 胡家苦悲 我苏家 不是任凭你欺负的 难道在这误什么 你们苏家 比陆家还厉害 苏家自然是 不能和陆家抗衡 但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与陆家有关系的 不止你一个 喂 少青啊 我是唐唐 能麻烦你过来 商业大会一趟吗 商业大会 我们陆家 已经开了代表过去 少青 我需要你亲自来一趟 因为我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帮忙 好吧 等会儿 你就知道 什么叫打理 唐唐 你不是跟陆少青 彻底断了联系了吗 沈亿 你干什么 你答应过我 只要跟我在一起 你就跟陆少青 彻底断了联系 你是在骗我吗 沈亿 你要疯是不是 我和陆少青之间怎么样 是我的事 你不要得寸进尺 你自己什么样子 你不清楚吗 我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 你 你要是继续围绕这个话题 纠缠的话 就不配拥有我 还有 陆少青等会儿来 是来给我撑场的 哟 这是 启内哄吗 你闭嘴 等会儿你就死定了 就算你跟陆家组长认识 待会儿啊 你都得闭嘴 哦 组长都不好使了 陆家大公子 常年在国外打理事务 重心都在国外 按照陆家的布局 他以后也会常驻国外 而国内事务 则全身就给陆家二公子 陆少青打理 说白了 这陆家以后的继承人 也只能是陆二公子 陆少青 你这么了解他 看来 你跟陆家二公子 关系不一般呢 你给我等着 勿审之都陆家 陆少青路长 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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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来了陆少 少青兄 你可算来了 一直以来 你们陆家对我们丁家 可谓是恩重如山 而且我们私下也很好 今日遭子弹 少青兄 你可要替我主持回宫的 让那些冒名的无名之辈 跪下磕头 陆少 你有所不知啊 此人 应该与你们陆家关系 非同一般 他一分钟时间不到 别让我 白家 许家 鹰家 损失了十五个亿啊 陆少 快帮我们抽出气吧 让我来等的是谁这么大胆 小三 知道什么叫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吗 啊 你的好日子 到头了 哈哈哈哈 小子 陆家正主 已经到了 这会儿你要是跪下 给我磕头 让我高兴了 兴雪 我还能替你求求情呢 我不知道 你究竟和林家 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今天 你能帮我这么多 我已经无以为报了 现在陆家少主来了 我不想拖你下水 我来替你求情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 李莫 能够有你这番话 我就已经指了 放心吧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欺负你了 你究竟是谁 我啊 是你素未谋面的 未婚夫啊 你 兄弟 我第一次约他出来 不能玩砸了 你放心吧 泡妞这话 我就没有试过什么的 你要注意耳机的监听 我说什么 你说什么 就不会出错 下 必须拿下 那我先过去了 好 一定要注意 一定我说什么 你说什么 来了来了 就是这个 谢谢你的邀请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我让你自我介绍 我让你自我介绍 我叫李莫 不是 杰森斯坦森 我是让你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杰森斯坦森 很霸气吗 感谢小姐 此次专程前来赴云 一路上你辛苦了 我这儿备了些喝的 希望你会喜欢 感谢小姐 那个 太多了记不住 很可怕 喝点东西 很可怕 喝点东西 你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你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喜欢看戏剧 特别是俄罗斯的戏剧 巧了 我也喜欢戏剧 而且我特别喜欢那个 俄罗斯的戏剧大师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是吗 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那个俄罗斯的 是 是 是 干嘛呢 撒我身上了 喂 你撒我身上了 啊 不是说你 不是说你 是 是脑袋有病吗 小石棍 对不起先生 为了表示歉意 赠送你一份小吃可以吗 喝完酒 我们去哪 可以 有点饿了 睡觉吧 好 睡觉 啊 不不不 不是睡觉 没有睡觉 什么睡觉 没有睡觉 这句不用学 这句不用学 不玩了 你叫着什么乱七八糟的 很好玩吗 那你们自己玩吧 等等 对不起了 我们不是故意的 你们还想玩什么 要不 我请你看戏剧吧 不用 啊 医生 他 没什么事吧 呃 我看了一下 应该没什么大碍 休息几天就好了 好 来看你了 但你不在 好好休息 有机会 带你看戏剧 给你道歉 我的联系方式给你 记得联系我 好快呀 已晃半年了 从那次以后 咱们就一直信息联系 从来没见过面 想请你看戏剧 你也不给机会 好了 我才不给你机会 还没原谅你呢 好啊 那你就一辈子别原谅我 我就这么纠缠你一辈子 谁要跟你一辈子 别做了 好 我跟你打赌 你会爱上 这么自负 好啊 我们君子约定 一直不主动见面 不约会 如果上天让我们下次 还要机会偶遇 我就答应你 好 我的未婚妻 是你 我这次回来 当然要跟你撑腰了 而且 我还感觉到 两年前的赌约 你输了 我 哎呦呦 这会儿还眼神了 真是一出感人的苦情戏呀 可惜 只感动了你们自己 你们两个 谁都别想走出去 少青哥哥 就是他们欺负我 你认识他 啊 不认识 没关系 我认识 东少青 你好大的面子 小子 你这是打算 破锅子破摔啊你 你脑子坏掉了吧 这下你准完蛋 果然啊 龙配龙凤配凤 老鼠配的只会打通 两个神经病 我们物省陆家少主的名字 是你想喊 就能喊的吗 给我闭闭 提提供应大阁回物省 大哥 怎么会 他是陆家少主 陆少泽 据传 陆家有一半的生意 在国外都是归他打理 而且 陆家一半的资金 都是从国外注入 难道 他就是陆家真正的灵魂人物 你是陆少泽 我是陆少泽 还是你的未婚夫 大哥 小弟有罪 在大哥回国之旅 被这群有眼无助之人顶撞 还请大哥恕罪 陆少青啊 我们陆家的资质 涵盖 涵盖物省及海外 靠的不是强压 和欺瞒 而是正义的理念与立场 至于 那些心术不正的 我们绝不合作 明白吗 大哥教训的事 听着 即日起 我要撤销对白家 丁家 徐家的所有的 还有 苏家的所有 并且 把苏家所有的股票 以最低的价格 全部给抛了 我要让苏家在物省消失 新姐 麻烦你 新姐也来了 是 大少主 少青见过新姐 向新姐问好 小少主有礼 许久没见小少主 我也肯死你 爸 他是谁啊 慕容欣 陆家的三代管家 三代管家 这么年轻 这人哪 是个奇人 容颜不老 他从陆少泽 爷爷那代开始 他就是陆家的管家 直到现在还是 在整个陆家的地位 极高 新姐 执行 陆少 陆少 是我们永远不是泰山 陆少 是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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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陆家掌握着 雾都的整个经济名脉 但是 真的要为了这个凌家庆 跟雾都作对吗 陆大少主 我们跟陌陌 是我们凌家的家事 是不是啊 就不要过问了 啊 哦 这会儿变成家事了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不是在大会上当众宣布 与灵以沫再无妇女关系吗 这还算家事 如果 这不是家事 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也必须得 但如果是家事 我身为以沫的未婚夫 你一定会站在他这个 陆大少 这么说 你一定要对付我们凌家啊 陆少泽 你保护你的未婚妻 那我是不是也该保护我的未婚妻啊 你是谁 楚都豪门 楚庭峰 哦 对了 忘了告子 你未婚妻 欠的那三十个亿 就是欠的我的 陆少 就是陈飞飞他们一起做的举 陷害你的未婚妻 好啊 原来 你就是那个源头 你要是对付飞飞 就意味着 你要同时对俗武省林家和楚都楚家 你欺负我的未婚妻 我楚都楚家不可能袖手旁观 你看看 你看看 一个女儿 联合自己的女婿 来对付你自己 另外一个 所谓的私生女 带着女婿来帮你 谁是真的爱你 我想你应该 一目了然 先前在场的人多 我为了维护林家名声 我不想直说 而你们还是执迷不握 我不妨直说 林家所有的家业 都是母亲没日没夜的工作 讨业务谈项目 被人下跪求一次次机会 最终成就了林家 而你一家之主 从来未受未强 只会在林家有了财富之后 花天酒地 无作非为 你们还有脸提林家的产业 你少给我提你那死鬼妈 谁知道 她到底是跪着谈项目 还是睡着谈项目呢 陈求 你太过分了 林家组长 你就这样容忍她 侮辱你的过世的结发之妻 动于衷吗 你母亲太要强了 那很多事都必须得是她对 她干很多事 我不知道 她还不让我知道 我是林家组长啊 我 我天天得听一个女人的 你这这这 好了 我怎么会让你这样的父亲 好了 义母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陆少泽 你想清楚 你要同时与主家和林家为主 没错 好 那我倒要看看 陆家到底几经济 那我们开始吧 随时奉陪 这样吧 我有个法子 既能看出 到底是你楚家财力惊人 还是我们陆家技高一筹 好啊 林 过度与楚都之间 有一个师都 近日师都股市低迷 大肆的卖地 就由你楚家 由你楚林两家联合 与我陆家 以师都为战场 如何 你想在股市上一决高下 这样 能够看出两家的灵活应变能力 这不是更好 好 明天早上九点 世纪股市 我要亲自送一下 哎呦 别回家 视听 明天决斗是一回事 林以沫这个事情还没解决 是回首 还是赔偿三十 我忘了 陆上说赔偿三十 那明天竟然决斗 今天你把账 行了 你 我还正想说呢 为了不坏我陆家的名声 欠债还钱 天金地义 是他们 无伤大爷 他们欠你 明天都得好 金姐 麻烦你了 转账三十个人 是 陆上 叔叔 进一步 处理一下转账事件 好啊 今天啊 精神紧绷一整天了 是时候 都好好放松一下 今天短短一天时间内 发生了这么多变故 实在是让人心力交瘁啊 李莫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坦然接受 然后 面对未来 没错 拥抱过去 面对未来 不 你应该拥抱的人 是我呀 霸道总裁 不应该这么幽默啊 我呀 是认真的 少泽 明天跟楚家的决斗 你有把握吗 放心吧 我不会做 没有把握的事情 再说了 他们对你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只恨我自己 没有能够早点发现 还是让你受了委屈 哎呀 你怎么说的 跟你的错一样 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无以为报 两年前 欠你一条命 两年后 欠你三十一 你可没有欠我的 你呀 是欠你自己的 还有 从今天起 你就正式是我的老婆了 我都是你的 老实说 霸道总裁 你是不是经常用这招 骗女孩子 我发誓 我可没有啊 而且我初吻 都是你的 初吻 我当时被车撞了 你偷偷亲我 占我便宜 我可没有啊 我当时是为了救你 对吧 做了心肺复苏 还有人工呼吸嘛 那你就是 不但亲我 哈了我那里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 我是为了救人 我根本就没有 顾忌你是女孩子的 这个身份 如果是别的女孩子 你也会亲的 那里哟 怎么会呢 我真的是想要救你 虽然 我是很庆幸救的人 是你呀 我 我没有 我 也没有 算了 好了好了 逗你玩呢 爸总的气场 去哪里了 好啊 你敢逗我是吧 还是这样好看 嗯 不 我的意思是 你什么时候都好看 就没有不好看的时候 好了 老婆大人 干杯 嗯 怎么了 嘴脚啊 擦干净 哦 哦 那我用嘴擦可以吗 来 乙梦 快坐 我呢 去找一下心情 一会儿就过来 好吗 嗯 好 一木 好 刚好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慕容心 我们都叫她心姐 心姐你好 先坐吧 林小姐的酒店 已经安排好了 晚点要过去住时 我带你过去 好 辛苦了 谢谢心姐 那你们聊 我先出去 嗯 大哥 心姐和林小姐也在啊 怎么了 少青 爸知道你现在对抗主家 达成赶过来 是吗 爸 哦 心姐 你也在啊 嗯 爸 请坐 心姐 你不是外人 而且咱们陆家也是自己的家 你也坐吧 哦 少子 你刚回国 我该寒暄两句 但咱们父子 就是了 有些问题 你已经想好了 要正面对抗主家 想好了 就为了他 就为了他 嗯 嗯 楚家在楚都实力惊人 谁知道他背后是怎样的财力 或者是财团 我都不得而止 但他存在 关乎着楚都的兴盛 实力不容小事 我知道了 我并没有请你 林小姐在此 我本不该说 但我不得不说的是 此战 无相暗战 势头不好 还能及时重申 向这种正面对抗 犹如梁户相争 必赢一伤 谢谢爸 我有说的 那你有多少把握 百分之五 是 你的眼神已经告诉我 有很明确的答案 新姐 你也支持 是 陆家族长 我也知道 这件事情 因我而起 我也对少泽 明天的决战 自责 所以 要不还是 一幕 这些事情 我已经决定了 好 我等结果 老爷 我送你 大哥 明天九点钟之前 我把家族可挪动的资金 都集中在你的账户上 供你使用 好 我呢 还会把国外的资产 转移过来 这样的话 明天会更有把握 陆大少主 早啊 希望楚少一会儿 还能这么有精神 陆少 你们先休息会儿 我去大厅看看市场情况 这对少子 是因为是我青年 而这一次 似乎决定了 陆家的存亡 希望我要成为最后 别担心 现在我们要做的 你就是好好待在我身边 迎接这种挑战 嗯 主少 我先去大厅 开始之前我过来 田丰 你有把握打败他吗 陆家以为自己有钱 能够托速 但是 昨天我已经联系了 我背后的财团 三大财团支持 财权在我手 现在别说他一个陆家 就算整个雾省连起来 我都能够托死他 田丰 你太棒了 那就好 就好啊 菲菲 那这件事过后 我们是不是 该谈谈结婚的事了 对对对 北朝北婚礼 我呀 马上就去找人 把这日子给定下来 对 我们来办 就这么定了 我先去个洗手间 好 喂 爸 战斗就要开始 您不是一直想要敞战陆市市场 等我干掉陆家 您就可以轻松进入 到时候 陆省就是我们楚家的 对了 尼莫 我记得 当时有半年时间 你突然消失了 没有你的任何消息 我还以为 你出了什么事情 可把我吓坏了 你该不会是故意堵着我吧 那办你啊 呃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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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莫 怎么了 你怎么发呆了 没事 少主 还有十五分钟 苦事就开盘了 还有十五分钟 苦事就开盘了 好的 我知道 喂 林尼莫 这么多年的斗争 我彻底败了 我是金服口服 但是 我有些话 想当面给你 我在林雾大桥这里等 怎么了 姨莫 是谁啊 苏桃约我见面 他约你见面 他现在都这样 约你肯定没有什么好事 千万不要去好吗 他说他有话 要当面跟我说 似乎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们在雾省 苏家已经造不成 什么伤害了 我也不愿意 看到他自寻短见 所以 我去看看他 行吧 那现在这个情况 我也走不开 要不这样吧 我安排一个人陪你过去 我陪林小姐去 欣姐还是留在这里 帮大哥出谋发色 我陪嫂子去 真不用 你们在这里好好给少泽辅助 我那没事的 嫂子 现在的你对于大哥来说 比什么都重要 只有你没有事情 大哥才能安心一会儿 可是 好了 少卿陪着你去呢 我也会比较放心 好吗 少卿 一会儿呢 姨摩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保护 明白吗 放心吧大哥 虽然我在雾省为您不多 但是这里是雾省 嫂子不会出任何问 走吧 嫂子 去 安排好了是吧 好 有消息去通知我 田凤 还有五分钟就开始了 放心 不用紧张 路上 最后五分钟了 好的 准备 嫂子 你很担心她 她是我为婚夫 而且 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为婚夫 梅莫 你是怎么跟我大哥在一起的 我不需要向你会儿抱吧 我就是好奇 你说国外的人这么多 你偏偏找上了我大哥 也就是陆家 大少主 声名远扬 哪个女孩不想嫁给他 飞上之头做放火 陆少卿 不是所有人 都爱慕虚荣的 我跟少卿在一起 不是因为钱 我认识她的时候 并不知道她是陆家大少主 李莫 你装什么装 别人不懂你 我还不懂你吗 就是为了钱 陆少卿 你别太过分 你才过分吧 这才三年就把我忘了 就算你忘了我也忘不了 那我的差 陆少卿 嫂子 只要你乖乖听我话 毕竟这件事 大家都很难为情 陆少卿 过分了 嫂子 那我帮你回忆 三年前 你还没去国外 那天你失恋了 喝得烂醉 小姐 小姐 好点没有 喝杯水吧 不用你 看来是真的被伤透了呀 不如让我来抚慰抚慰 你这个受伤的心怎么样 我今天是喜欢什么桃花月 这女子相貌美如天仙 竟然怎么动手上门来 我若不接受 岂是暴脸天王 你 你是谁啊 这么快就忘了 你多不了什么 你别这么一副无辜的样子 什么叫我对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不是你对我做了什么 昨天晚上你在我门口喝醉了 我开门时撞着 然后你非要进我房间 一进来 抱着我就是一个情 还挺主动 我拦也拦不住 就剩现在这个样子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撒谎 我有必要撒谎吗 既然少庭安排了我们这段缘分 放开 那我们就续写下去 你不是刚失恋吗 我恨你 我知道 昨天晚上是你第一次 你喝醉了 感觉不到很正常 你混蛋 不要再说了 那你做我女朋友 不可能 你回来 真是提上裤子不认人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需要知道 不要再说了 一木 其实我不是什么花花公子 我是爱你的 现在请你立刻开车 我还有事情要做 不然我便下车自己去 好的嫂子 我送你 路上 开始了 开始价一千二 楚少 开始价一千二 买入 涨了涨了 两千三 翻倍 涨到两千三 这才刚开始 再入一万股 路上 暴涨五千一 果然 走了楚家的买入 市场瞬间到头前 五千一了 翻倍仅仅五倍 这个蛋丸之地 有楚家的进入 五世暴涨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这还不够塞牙缝 还没正式开始 再买 十万 好 持续增长 六千五了 还不买 过急 让他们先玩会 我一分钱都没有进去 抱着又如何 不用担心 六千五了 多少 这一小会儿 就挣了几个亿啊 您先别激动 好戏还在后面 等会儿 您可得把酱价药准备好 看看陆少泽买了多少 一股没买 一股没买 陆少泽 耍什么把戏 我就不信 你还有锦囊标记 楚少 我们还买入吗 等一下 先看看情况 掌视停了 都在预料之中 楚家什么时候抛售 就告诉 好的 跌了 啊 又跌 抛一万股 楚家抛了一万股 楚停风 第一回合 你说 暴跌 一千八 楚家停止买的 就突然抛售 市场肯定动了 这下 楚停风坐不住了吧 那倒不许 他今天过来 坐足了 就这么一点 根本动摇不了他 暴跌一千八 可以啊 陆倒 第一回合 让我站起来 行 如你所 咱们就得往下 玩大 全抛 停风 这个时候全抛 市场肯定会乱的 五家 还会继续大跌 是不是给陆家 低下采购的机会了吗 快损几个亿 对我楚家来说 九牛一毛 我就是要让陆家 静了 然后拖死 主上已经全抛 根据当前的股价 我们这一轮亏损四个亿 没关系 听着陆少泽 可能什么时候买 咱们再买 好的 陆少 现在楚家全抛 他们至少损失四个亿 股市暴跌 已经低至八百了 现在的楚家 一定是他不买 我也不买 只要我一入手 他就大量草高 那再拖一拖 拼拼耐心 不用了 人家的诚意都拿出来了 一下子输了 我刚好陪他玩玩 这一车 我要把架子 打到五百 这样 陆少 八个亿 一万 好 主上 陆家陆少一万股 马上买 一万两千股 是 苏唐 你找我做什么 林以沫 你终于赢了 现在你应该很开心吧 你让我来 就是为了听你说这个 你居然真的来 你就不怕 我杀了你 你 杀不了我的 你是有陆家称友 但是陆家 也不是万能的 你还想飞上枝头 做凤凰 你会有落下来的那一天的 有 恐怕你也看不到 是吗 现在 陆家不是正在跟楚家 古诗相争吗 苏唐 你想干什么 你走了 那陆少泽 还怎么说 来人 陆少 经过这几轮争锋下来 古诗现在已经涨到八千八了 看陆家和楚家 相继都已经填进去 大概三百多亿了 很好 青姐 我们国外的资金 还有多少 两百亿 两百个亿 全不买入 陆少 现在这个价格 会不会不夸算 我两百个亿同时买 到时候股价一定不折 古诗风再一个 我陆将会更大 放心 买 好 主上 陆家两百亿同时买入 现在股价有八千八 涨到了一万二 看来 陆少泽手里没有多少钱 嗯 他买了多少股 翻倍 翻倍 听风 那就是五百四十多亿啊 会不会太大了呀 你懂什么 我这一步下去 陆少泽还有多少钱呢 没钱他就死路 那他要是 有钱跟呢 那就继续往下赌了 我背后有三大财团支持 看他陆家 到底有多大事 陆少 楚家翻倍 陆少泽 我们的游戏 正式开始 陆少 怎么跟 受到刚刚的攻击 担价已经一万五了 谢谢 启动国外所有的资产 拿五百亿 买入 好 八百亿 买入 五百亿 再买 五百亿 买 现在我们手里有多少 总价值三千五百亿 好 全 好 全跑 路上 那我们输定了 我们怎么会输呢 我们总共投入才一千五百亿 现在价值三千五百亿 我们赢了 所以 这场争斗 你不是真的要赢除价 楚天风背后 有三大财团成要 继续下去的话 我不一定能斗得过 那我们现在只要一抛 不是洞 楚天风手里 大概两千五百多亿 这一下子 我看他怎么跟三大财团交道 陆家全抛 全抛 陆少泽想玩什么 难道他想 像刚刚那样再玩一次 不会 你没机会 他难道想认输 认输 他如果认输的话 赌局我是赢 但我却挥锁了几千亿 他都知道是输了 但是赚了几千亿 财团不会放开 这怎么办 完了 没了 老公 什么都没了 老头 什么完了 你瞧你的出息 陆少泽 你怎么跟我爸说话呢 别烦我了 陆少泽 你玩我 陆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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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呀 怎么了楚上 这么生气啊 陆少泽 你送这么难上啊 比拼就比拼 你耍什么手段呢 我可没有玩什么手段 只不过 这场比试 我认输了 好啊陆少泽 那你就对外宣布 你说你陆家 不如我楚家 甘愿认输 陆少泽 你日理万机 是不是记性不太好 我帮你回忆一下 我们一直以来 约定 是为战争 再没有其他 任何其他的行为 你让我承认 我们陆家 打不过你楚家 这不可能吧 好啊 那既然比得过 那就继续了 够了 一个小时 我挣了几千个银 还有什么好比的吗 还是你 往后想想 五手尾巴 楚少跌了 四千了 跑不跑 三千八了 跑不跑楚少 天风 现在跑 还能挽回一些损失 不问 我自己做的 陆少泽 还是你会玩 就有那点小技 就以为能打败我 但是几千亿对我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楚亭丰 我这次呢 只不过 给你一个小小的奖 以后 你会感谢我 你 怎么 楚少这事 想动手了 楚少三千了 闭嘴 来人 怎么 楚亭丰 几千个亿把你 逼成这个样子 你这是想绑架 还是想害命啊 陆少泽 你有你的手 我认 我今天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手 那你试试 上 上 难怪 它是陆霞的三胎 怎么了 楚亭丰 你想自己动手吗 长龙不压地头蛇 我今天丢的面子 改天 我会加倍的拿回来 昨天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自己 但是你们欺负了乙莫 今天 我必须要加倍 今天 只不过让你损失点钱 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 可就不止这些了 陆少泽 你未免太自大了 今天我虽然亏了钱 但是你输了 你没有实力 跟我们楚家比资本 算什么 你躲在个女的背后 你还算不算个男 随时奉陪 我可以陪你玩我 楚少跌到一千五了 门抛 等一下 陆少泽 我这里有个视频 相信你会很感兴趣 私密室 我可不感兴趣 愿你成口舌之快 什么 你们绑架了姨墨 快 新姐 联系夏少奇 怎么回事 大哥 是我对不起你 我们遭到了美妇 嫂子 被帮家了 什么 菲菲 你 你在王虎 陆少泽 太怕了吧 你以为苏团找一魔干吗 去救啊 你昨天一贯神 对付我省那么多大家族 让他们打得无家可归 他们恨不得吃你的瘦 喝你的血 昨天我就已经联络了苏唐 你在这儿开战 他去对付林以墨 苏唐 林以墨把你害成这样 难道就算了吗 哼 那还有什么办法 我有一个办法 能扳回一局 对付陆家和林以墨 你快说 陆少泽 你说 现在谁也呢 说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想去救林以墨 就必须听我的 你一个人跟我走 陆少泽 你一个人就太危险 我跟着 他们现在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样 为了以墨的安全 还是让我一个人去 大哥 对不起 是我没有 没有保护早餐 陆少泽 等我回来再和你算账 别挣扎了 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你说 我要是把昨天没完成的事情完成一下 会怎么样呢 陆少泽不是说你不能回容吗 那我们试一试 要是我把你的领滑到稀巴了 你说他陆少泽 你说他陆少泽 他会不会要你 不会要你了 谁会要一个毁过容的丑八怪 陆尔沫 我要让你变成全无神最丑的女人 我要在你的脸上滑上十八道 不 二十八道 等一下 毁容不俗啊 来人 在 跟了本小姐这么久了 别说我没照顾你 今天 就让你们享受一下 这个女人 增速还是不错的 原意你们四个了 好好尝尝吧 杀 杀 住手 来早了 要是能现场直播 也挺好 平方 你想看啊 现场呢 我倒是没看 你在说什么呢 苏唐 昨天是我轻易放过你 你现在做的事情 简直是在自掘坟墓 不说 咱们骑驴看账本 走着瞧呗 陈飞飞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哦 少泽 你现在是还看不清形势 谁占上风是吧 还在这跟我大吼大叫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不就行了吗 好好商量 不是 别废话 你究竟想要什么 我要你的三千五百亿 还有国外的全部资产 心可真大 陆少泽 这是个选择的题 你可以选啊 要么选你全部的资产 要么选林乙墓 选吧 乙墓 陆少泽 你现在犹豫了 大凡犹豫一秒 都是对真爱的不负责 陆少 我来帮你们 你们听着 陆少没有回答之前 你们之前在做什么 不用听 开始 住手 我给 陈飞飞 我把所有的资产都给你 但是你得答应我 从此以后 你不要再针对乙墓 钱到我手上 我是什么身份 林乙墓 她有这个资格吗 少泽 我要答应她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根本就不止一切 少泽 你不要这样对我的 从你答应我 成为我未婚妻的那一刻 你就是我的另一半 你就是我全部的 只希望 当我一无所有之后 你不要嫌弃我 我不会 我不会 我不会永远陪着你 永远陪着你 好感人啊 懒动的我都要哭了 路上转账吧 飞飞姐 你答应我的 搞定了陆少泽之后 就帮我恢复苏甲 是不是可以同步进行啊 你算什么东西啊 在这跟我谈条件 陈飞飞 你 你出耳反耳 你们几个 把陈飞飞给我抓起来 你们聋了吗 我让你们把他给我抓起来呀 他们不是聋了 是不听意 你们几个 刚刚没有尝到他吧 那就尝尝他 把他拖出去 愿你们处置 是 你不能这样 陈飞飞 你不能这样 好 陈飞飞 你不得好死 等这三千五百亿到我手里了 我就能一雪前耻 他那个三大财团 有个交代 谁说三千五百亿给你 飞飞 三千五百亿给你 他国外的资产 转到我们名下 国外资产 不是给你 那转给谁啊 转给我 陆少青 少子哥 他们是一伙的 绑架的时候 就是你弟弟先动的时候 陆少青 你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我在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啊 大哥 你不会觉得很过分吧 你这假 大哥 看这样子啊 难道真觉得很不分啊 不是你也太自私了吧 你就不会站在别人的角落下的问题吗 陆少青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弟弟 陆少泽 是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哥哥 从小到大 你把我当过弟弟吗 小时候因为爷爷喜欢你 你就可以随意抢到我喜欢的玩具 我长大以后 因为父亲喜欢你 你就可以优先挑选自己喜欢的产业 而我 永远只能喜欢你挑剩下的东西 你怎么会这么想 事实就是啊 你是陆家的大少主 所有人都听你的 所有人都对你唯唯诺诺 而我 为陆家付出了多少 没有人物技能 甚至连选择财产的权力都没有 这就是所谓的陆家的少主啊 小话 这些 都应该靠自己去争取 而不是靠别人 你最没资格说这个话 你的哪一样不是家里给你的 忧心挑选最好的区域 忧心挑选最优质的产业 还配备了最厉害的财务管家给你 你不会真的以为 这些都是靠你自己得到的吧 就算不是靠我自己 但这也都是陆家的 而你呢 居然把陆家的东西拱手让给外人吗 外人 什么外人 你国外的财产专给我 那就是我的 而我 就是陆家的少主 也是唯一的少主 那专给程飞飞的三千五百亿 算什么 飞飞 飞飞也不是外人 等她嫁给我 所有的东西 都是她的财 你在说什么 把你的财礼给了飞飞 飞飞 她在说什么呀 听不懂话吗 非得要问第二次 陈飞飞 朱天凤 你动猪是吧 好啊 你们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陈飞飞 那我算什么 凯子吗 朱天凤 我以为楚家在楚东 也算是只手折天 没想到 你也只是被靠财团的指劳狐 论能力 你被陆少泽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干掉了几千个月 论计谋 你又不如少青哥那么能阴忍 你说 你能配得上我吗 陈飞飞 我是为了你 背负了几千亿啊 是你蠢了 少青哥 你说 怎么会有那么没有自知毕明的人呢 朱天凤 有在这看戏的时间 还不赶快赶回你的楚都 想想你了三大财团的几千亿的 赔偿款的背负吧 陈飞飞 这几天 我在雾省 受到了所有委屈 我一定加倍奉还给你 朱天凤 别给脸不要脸 要不是看在你以前帮过飞飞的份上 我没有对你落井下石断 你再自以为是 我要你出不了路上 快 我哪走 会不会对我们这样 放心吧 等他回去之后三大财团饶不了他 住手 他没转账呢 转账才能带他走 好 我转 你是想打给新姐吗 陆绍青 你把新姐怎么样了 陆绍青 新姐到底怎么样了 别担心 他没事的 只不过我嫌他话太多太啰嗦 给他嘴里塞了几个 让他不能说话 然后嘛 把他毁收过来 我羡慕他的不了容易 死不了 你这个混蛋 你现在离开了林以沫的身边 指不定这个蠢女人 又要做出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 只能靠你自己转移一下才成了 在你一分钟之内操作 不然的话 我就叫那几个色狼回来 拿着你的面 最后林以沫了 你混蛋 我现在就操作 弄好了 交易已经完成了 现在 你带引我走吧 听着 以后我不想在雾省见到你 也就是雾省 没有你们立足之间 坐 陆少卿 我问你 现在 你的阴谋已经打成了 你不会 对父亲怎么样吧 大哥 你放心 我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人 我要对付的人 只有你 好 希望你说话算话 希望木家 能够在你的领导之下 继续引领故事 陆少泽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行事当大哥当习惯了是吗 到现在你还对我指指点点 现在的你 不会是条丧家之趣 连条狗都不如你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可别毁了路径 叫你们惹少卿哥生气 限你们三十秒之内离开 否则 小心我后悔哦 陈菲菲 你也别太得意 做的坏事 迟早会遭报应的 计时开始 少泽 现在你已经失去所有了 我们离开雾省 换个地方吧 你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了 我们先生存下去 现在的我 失去了所有 我怕拖累着 要不你先回国外吧 好好经营待一阵子 陆少泽 你把我当什么人 你以为我是那 攀附权贵之人 在你有钱有权的时候 跟着你 在你没钱的时候 就大难临头各自飞 而且 你是因为我才这样子的 可是我 我不准你再说这样的话 你现在没钱 我养你 好 陆少泽 我当初跟陆少泽 你不用告诉我 你不想知道 我不需要知道 那是你过去的事情 现在我只需要知道 我是你的 未婚夫妇 而你 也是爱着我 这就够了 嗯 好了 先去洗漱 今晚好好休息 好 李莫 睡醒了 我去餐厅拿了早餐 先吃点吧 嗯 一会儿呢 你先在酒店等我 我出去的 你干嘛去啊 我得回趟家里 看一下我爸 但是 陆少泽他不是 没事的 嗯 我只是回去 看一下我爸 那你一定要遇到什么危险 就赶紧走 爸呢 跟你没关系 我刚才回去了家里 并没有看到爸爸 回什么家 哪儿是你的家 哦 你私闯民宅 我可以报警抓 陆少青 你到底把爸爸怎么样了 你该不会 连自己的父亲也 别担心 他毕竟也是我爸 我不会伤害他 老爷子辛苦了大半辈子 他已经答应 把陆家所有的财产 交给我来过 我给他安排好了旅游路线 现在已经去捋饭 好 陆少青 你最好说的是真话 如果我发现你欺骗了 饶不了你 陆少泽 我有没有告诉你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 对我说这样的话 还有 我让你离开物省 你知道现在 为什么还不离开 这样 从今天开始 我会在整个物省通缉你 让你进不了饭店 住不了酒店 我看你走不走 我会走的 但是你要知道 我迟早会回来 好 好大哥 如果你真的能回来的话 弟弟就在这儿等着 我会鞠躬弯腰的 欢迎大哥回来 对你说 大哥 请坐 好不好 陆少泽 你脑子快掉了 滚 很久没联系了 今天怎么想到我了 最近还好吗 怎么说呢 只要你不在的时候 我一切都很好 有事找你啊 哎呀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刚说了 你不在的时候 我都很好 现在你又要瞅我 那不用了 拜拜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是逍遥店的店主 我们与月堂 一直以来都是合作伙伴 但是近期 他们唬尔反尔 准备除掉我们 每天偷袭我 害我差点丢性命 幸好有你救了我 那我现在怎么办 等我伤好出院了 我就去解决 你就没事了 那你什么时候出院啊 我是枪伤 今天刚住院 放心 有我照顾你 你会好得很快的 我说的没错吧 有我的照顾 是不是恢复得很快啊 上车吧 好不容易出院了 今天就稳妥 别走路了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你会开吗 必须啊 杀车 杀车 哪个 哪个啊 哪个 你沐 少泽哥 怎么 没吓着你吧 没有 见到伯父了吗 没有见到 他 会不会有危险啊 应该不会吧 不过陆少青霸占了所有的资产还有权力 架空了父亲 还把父亲送到国外旅行去了 没有危险就好 其他的都是小事 可是父亲他老人家年事已经高了 我怕他突然知道陆少青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下子 一下子会接受不了 哟 还落在雾省不走呢 陈飞飞 你来干什么 你怕不是忘了我昨天说什么了 我让你滚出雾省 你这儿的酒店饭店都不会接待你们 听不懂吗 你一天真行 居然还亲自来干我 我这一天就挣了三千五百亿的 我一天那么忙干嘛 而且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落魄 滚溜溜的样子 不用你来干 我们自己会走 这不是陆少吗 请你讲话才这么温柔了呀 说到底呀 没钱就是没底气呀 先你们五分钟之内厉害 五分钟之内还不厉害 就叫人把你捧出去 陈飞飞 小人得志给你演艺的淋漓尽致啊 你也别得意的太乱 风水轮流转 你蹦倒不了几天的 总有一天 我不会再有任何的手下留情 你死鸭子嘴硬 现在住的地方都没了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在这说呀 忘了 以你的风格和姿色 说不定会找一个李少王上 就可惜了咱们路上一番深情 林一默 我好期待呀 我在这等你回来 这个愿望会实现的 行 但是啊 现在还剩三分钟 不用三分钟 多待一分钟 我们都嫌恶心 谢 此道临头了还嘴那么硬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嘴巴肯定干净啊 路上 来尝尝 少子哥 恶心 我们走 林一默 别以为你现在安全了 我一直盯着你 让你不得安生 那咱们走着瞧 少子哥 对不起 把你 还成了这样 傻瓜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会好好挣钱 然后 娶你 欣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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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呀 你看看我 我是少子 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还不是路上青坐的 欣姐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欣姐 可以看看你的脸吗 欣姐 自仇不报 我路少泽 势不为人 少子哥 有一件事情 我想跟你谈谈 什么 关于那八年 我消失的半年 我其实也一直很好奇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一直不说 我也不方便问你 那一年 可神奇了 我遇到了一个人 男人 嗯 那天 我遇到了夜寻欢 他被一个叫 日月堂的人 设计陷害 我救了他 因此 日月堂的人 要报复我 所以 他为了我的安全考虑 就不让我出去 这个夜寻欢 他是什么人啊 他才三十几岁 他是逍遥店的店主 一开始 我也不知道 什么是逍遥店 后面经了解 逍遥店是当地 最大的金融组织 掌管着国家里的金融命脉 但是 他的对手 日月堂 是跟他 平起平坐的 直到 有一天 他与日月堂 正式开阵 为了你 不是 你别多想 我和他就像哥哥一样 没有任何事情呢 那天出发后 我也悄悄跟上了 我到的时候 大厅已经倒了很多人 只剩 夜寻欢和他的生下 你没事吧 小心 来人 送医院 后来呢 后来我就被送进医院抢救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 需要静养几个月 所以消失了这么久 在我休养的这段时间里 夜寻欢彻底除掉了日月堂 所以 在我伤好以后 才会让我走 去过正常的生活 就这么轻易的 让你走了 你的伤已经彻底好了 从今天起 你就可以回去了 真的可以回去了 我这种生活 怎么可能适合你 回去吧 你好像快哭了 你不会舍不得我吧 你不会爱上我了吧 你别自作多情了 那我真走了 走吧 不走了 不走了 那你 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 来结拜吧 结拜 哇 本姑娘跟你结拜 是你的福气好不好 对对 好 结拜 灵以沫 你两次救我性命 我夜寻欢 一生也报不了你的恩情 从今往后 只要你有任何的需求 我随叫随到 没那么严重了 但是呢 我每次出现在你身边 都有危险 这也许是我们八字不合吧 因此 我从今以后 不会再出现在你身边 但是 这半年真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们来结拜 七年这八年 做一对永不见面的兄妹 所以你们就成了永不见面的兄妹 从那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也不会觉得 我有什么处境 能够麻烦到他 所以这一次 你是想找他帮忙 不是 少泽哥 你不要误会 我跟你说这些 不是想提这个人的 傻瓜 你都说得这么清楚 我怎么会误会 嗯 我就是觉得 咱们不能白白让人欺负 而且 因为我付出这么大 我们应该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 我们确实应该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是 作为一个男人 我应该依靠我自己的能力去争取 而并不是依靠别人 你还是生气了 哪有 我只是觉得 欣姐 你什么意思 欣姐说 你不要固执 这跟男不男人没什么关系 欣姐 你也这么认为吗 所以呀 我们就在这儿 等夜寻荒哥哥过来 妹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我没钱啊 什么情况 搞成这样 我先介绍一下吧 我义兄 叶寻荒 我卧宽夫 陆少泽 嗯 坐下说吧 说说吧 具体发生了什么 过两天 务省最大的楼盘就要上市了 从现在的趋势来看 已经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 我还是比较担心楚天风 毕竟他背后有三大财团 三大财团还是他 什么意思 他一天之间弄丢了几千亿 三大财团还会里头 不找他麻烦就已经烧高香了 那 一切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照你们这么说 楚天风已经不是你们的敌人了 你们真正的敌人是陆少卿和陈飞飞 对不对 是 那接下来怎么办 三天之后呢 务省最大的楼盘上市 我们准备在股市上面去打 嗯 但你们上次也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楚天风 你觉得这次行吗 不怕钱招会 就怕亿招金 更何况是陆少卿呢 他对上我 肯定会全力以赴 不记后 需要背多少钱 五千个亿 好 我给你五千亿 什么 这就给我了 对啊 你是乙默的未婚夫 替乙默出头 拿回属于你的东西 是你该做的事情 不是我 但我作为他的哥哥 替乙默出头 但是具体的执行 拿回颜面给你自己 你觉得那乙默 谢谢你 雄涵哥 三天后 我希望收到你们大获全胜的好消息 谢谢 资金的话 明天转到你的账户上 啊 飞了一天 开样子 你们多半也不会请我住酒店 我自己去找个酒店歇活 好 资金 我到酒店了 行 我先给你客户开好房 好嘞 手机啊 抢我手机 我决定三尺也要找到你 算了 先去订酒店吧 烦死了 你很瞎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 对不起小姐 酒店规定 您得先付钱 我是缺钱的人吗 我钱多了能砸死你 我是手机被抢了 完检给你 那对不起 我真的没办法给你开房 这位小姐的我来吧 再帮我开一间总统 这张卡 这张卡在全球拥有的人量量无几 姐上次陪楚顿风去办这卡 应该资金不够被拒绝 这个事 先生为什么帮我 举手之劳而已 美女不应该出现尴尬的局面 至少我不允许 你是在夸我吗 这是事实啊 敢问先生贵姓啊 凭水相逢 何必在意 那要不要去喝一杯 怎么 你不会觉得我真的是 连没酒的钱都给不起吧 我生人 你来我省干什么 还人情 四处留情吗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不要钱 这支笔陪你多久了 很多年了 我拿走了 你不是问我要什么吗 我要欠我个人情 我会不会还不起 我不管 到时候我走投无路了 你看到这支笔 就得还这个人情 真的 不问一下彼此性命吗 寒江孤影 何必留名 相逢何必曾相识 昨天晚上去哪了 别说了 在误室我还能被抢手机 没有手机受尽器 车都打不到 总录回来 你的手机我已经找回来了 抢你手机那个弹火 是我下面小弟的一个马仔 看到手机封面是你的时候 就自己还回来 你拿个钢笔干什么 这个呀 不是钢笔 是平安符 不能先行 李莫 毕业循环的钱 到了 嗯 这一次 看你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拿回 属于我自己的一切 让他们这群漂亮小丑 得到应有的惩罚 嗯 嗯 听 楚上 这是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啊 我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当然 有的贱火我也不需要 楚听风 你少血口喷人 我也陪你那么久了 我得到什么了 所以说一切 都是我努力得来的 楚听风 你想好 今天楚家栽下去 就再也扯了钱 入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今天 三大财团经理 就是让我在这里 亲手打死你 以后 楚家 就是天 林李莫 你来这里做什么 怎么还在乌省啊 那我跟你开玩笑呢 你能来 我们凭什么不能来 哟 看来大哥这是怎么的呢 别喊我大哥 晦气 少泽 喊五分钟开始 放心吧 放轻松 我们一定可以的 嗯 三位代表 丁若鼎力支持 以后我定当 翻倍凤凰给你 听风啊 上次你一天之内 输掉三千多可以 我们跟着受牵连 这次 你先用尽你自己 全部资产去拼 如果到最后 你需要 我们三大财团 再全力加持 好 楚亭峰那边 有三大家族亲自降临 我们会不会 放心 我最完美 那 林李莫这边呢 紧紧 就让我们把他们 全部以往 我还是不放心 我去看看他 对了 杏杰 你帮我去一趟家里 看看父亲还在不在 我有点担心他的安全 你来做什么 怎么 怕我 怕你等会哭 四妖子嘴硬 贱 我只是好奇 等等几天 你又在哪里 骗到情 我不是 背着陋哨 在外面 掌眼带人了吧 你的这些手段 我不会 恶心 怎么样 打探到什么消息没 林李莫看起来 是欣欣十足 似乎后台很硬 会不会有问题啊 四五天时间 他能从哪儿 找到这么有实力的 冤大党 整个雾省 全部都已经被灭完了 而顶替他们 四大家族 也全都是我安排的 会不会 是神医 你 你最近有见到神医吗 我见他干什么 神医一直深爱着苏唐 我们之前对付了苏唐 他反过来 他帮助了林李莫 倒也不是不可 这神医一直对林李莫有意思 之前追求过他几次 几次都被拒绝 再加上这几件事 他帮助林李莫也不是不可 一个小小的审议能掀起什么风浪 等过了今天之后 只要陆绍泽涉足股市 我一定让陆的倾家荡产 确实 小小的审议也掀起不了什么风浪 你现在主要担心的 还是楚听风 待会说不定 他会死得很惨 今日 叫三位代表鼎丽支持我 我一定一卷担持 你不要有护股之忧 前面该怎么买就怎么买 直到你的资金撑不动了 我们一定联合出城 好 卡了 开市价8300 买入 83个亿 100万 好 主上已经开市了 买入 100万过 路上 开市了 买入 100万过 怎么样了 咱大家都在大白 下个持续上涨 我们停一轮 还是继续买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停 陆少青和楚听风 一直在买入 价格一定会暴涨 如果这个时候 突然停了的话 后面再买入 一定会吃亏的 嗯 那继续买入 买入 500万 楚上 现在已经进入 第五轮了 现在价格高的恐怖 如果现在卖出的话 我们是翻倍的赚 但是如果现在 我们继续买入的话 这价格 怕什么 要我卖出 我算什么 我不就是直接认输了吗 你不就是担心价格太高吗 我有三大财团在此代表 我用我楚家的所有的地皮 向你们抵押 给我一千亿 好 路上 还跟吗 楚听风应该已经差不多 山穷水定了 来收网了 收 收网 走 跟我去看看楚听风 少青 你红了脸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去了你就知道 所有的骨 全抛 三位代表 现在 给你们帮助我了 路上 这是没钱了吗 你来做什么 我是来看看 你死的有骨子 路死神兽还不一定呢 路少青 你该不会是没钱了吧 楚少跌了 跌了 楚上 我们一下亏了一千亿 路少青 你把你哥哥那招 是吧 他现在没用 我现在有了是钱 有钱 你连楚家所有的地皮都没有了 你有什么钱 三大财团 跟我楚家是一脉相连 我的事 还用不着你去操心 那我还真得操心一下 三位代表 我们之间的合作协议 正式开展 什么意思 我承诺过 这件事办完之后 楚家所有的地皮都将会是你们的 这就是我的诚意 三位代表 咱们合作愉快 只要根据我的计划来 楚家所有的地皮都将会是你们的 但后续的合作 还得仰仗三文 路少 好说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们联手对付我 楚少又跌了 楚少快决定 现在我会损失还来得及 就这点定点 三位代表 不妨 你们跟我一起去我们那边 一起攻上大几 好 路少 请 一直在定 路少卿此举不开正常 若不是他有什么诡计 你断然不敢全抛 该不会 还有什么别的功能 那我们怎么办 现在亏了不少了 先稳住 不要慌 虽然 路少卿现在全抛 确实造成了股市的动态 但是 只要我们持续满入 一定能够稳住市场 苏涛 你怎么 你为什么 这么傻 我还是来晚了一步 我找到了 陈飞飞犯罪的证据 我们本来可以一起 把它送到监狱去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就惩罚你自己 重新买入 让我们来会会陆少卿 好 陆少卿进来了 现在又开始涨了 来吧 看你想怎么玩 买 买入 买入 再买 买入 少子哥 我们没钱了 全部都淘进去了 现在全抛 我们还能挣 但是 陆少卿和陈飞飞他们 现在抛了 就挣钱 就能够给 李莫很好的生活 但是从此 陆少卿 就能自己忘卫 陆少卿 现手镊子 你选哪个 李莫 我们抛了吧 走人 就这点出现 短短几天筹备了几千亿 不错 要不然趁现在拿着你的钱 搁机滚蛋 越远越好 当个缩头乌龟吧 陆少卿 你舍得意 如果我们全抛 你以为你能好到哪里去 市场一定跌 你会不省呢 女人就是女人 太感触 我缺钱 我身后有三大财团 鼎力相助 多少钱我都打得起 而且你们这事 能对我资产影响吗 李莫 我们抛了吧 少卿哥 可想好了 难道让他们 为了你 这点面子 不算什么 好吧 陆少卿哥 你真是个胆小鬼 李莫 还不快点 要是我们先撤资 你可是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呀 陆少 他们撤试 价格在跌 他们撤多少 我们就买多少 围住价格 可用资金不够 三文代表 接下来就有劳你们了 好 一分钟 我们给你到位 陆少卿 林尹莫 滚了 尹莫 我们走 不用管他 这就走了 他怎么来了 难道他都没有 有没有关系 雄欢歌 雄欢歌 好文字 四重雄欢 雄欢歌 你们认识啊 不认识 对了 真这么走了 不 你想稳当一点 挣点钱给乙莫对吧 怎么 你是拿着我的本钱来赌是吗 果然啊 我说拿了钱 原来真是小贱人勾搭来的 陈菲菲 你别狗嘴里堵不住象牙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像我一样 我可不是那种跟谁睡了 都拿人家钱的 陆少卓 你竟然选择认出 我就希望你像个男人 从此不要再出现在屋上 陆少卓 我给你本钱不是为了让你挣这点钱 是你告诉我 你要拿回属于你和乙莫的一切 我才支持你的 朋友 你不必躺这趟混水 这趟水我躺定了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谁说了算 少卿 请我一问 人外有人 那又怎么样 现在我们陆家已经是称霸一帮 更何况还有三大财团的支持 我把谁放在眼里 这个陈菲菲 好像对你很了解啊 不然以她嚣张的性格 怎么可能突然这么闻 陆少 武士持续下跌 再不出手稳住 我们损失有点大 三大财团的钱到了 到了一部分 那就先全部买入 先稳住价格 等到所有的钱一到 我们再买入 价格一定会是 他背后 有三大财团的资金支持 如果价格回升 那还是完成自救了 那就让三大财团不要给钱了 你们刚刚说什么 让三大财团别给我钱 真是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斗 一群脑子有病的人聚到了一起 三大财团是什么样的存在 你们知道 你说说 三大财团掌握着整个省的经济命脉 背后的资金更是超乎你们的想象 听上去挺厉害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已经是三大财团物省的代理 已经和他们深入合作 陆少泽 你不是一直瞧不起我 你不是害怕我毁了陆家 我做到了你和老头子一辈子做不到的事情 成功的把三大财团拉住 我陆少青 将会名流青史 你这样的方式很风光吗 你简直是丢了我们陆家的脸 早算了 等我拿到了钱你就知道 成王败寇 好 既然如此呢 那就真让他们别给你钱了 看看你会不会 要么就凭资产 大量猛作 要么我们就走 别在这儿胡说 妹妹 你忘了我是谁了 是你妈的孩子 装什么呢 滚蛋 我知道 是要垫店主吗 掌管这全球几大家族的经济命脉 掌管这全球几大家族的经济命脉 陆少泽 你的钱已经全部打入你的账户 三位代表 你们来的正是什么 刚才有一群鼠辈说 要阻止你们与我合作 谁呀 这么大的口气 我 参见店主 三位代表 你们这是 徐宽哥 你太屌了 三位请起 好一阵子不见 没想到呀 这次是在雾省见面 不知道店主降临雾省 怠慢了店主 请店主降罪 严重了 但是呢 确实有一件事 需要三位配合一下 店主请讲 撤回对陆少卿的所有的公司 一刻生效 是 陆少卿 请退回我们的投资 扭弄店主 你将万劫不复 三三 就请我 三三 你不会这么对我的吧 我 让我冷静冷静 陈芬菲 你个贱人 你果然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陆少卿 我现在很乱 你比我落井下石 店主 许久没见你 趁这个机会 请你移步到隔壁 给你汇报一下 好 这儿没我事 我就先过去了 大哥 大哥 救救我 大哥 我知道错了 我是你亲弟弟啊 你不会真的要赶紧下去吧 你现在知道他是你哥了 你对付他的时候 有想过后路吗 嫂子 嫂子 嫂子我知道错了 我都是立于熏心啊 嫂子言论我好不好 你现在才知道 好 干嘛去了 大哥 我知道错了 我一定会改过自信的 大哥 我们每个人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一样 你也一样 就是敢戒杀绝吗 少子哥 小心 收手吧 你还是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 新姐 怎么回事 你莫 新姐是什么意思 陆老爷子 被陆少青杀了 大哥 大哥 你听我解释 我 我不是要故意杀他 我就叫他 把财政金交给我 老爷子他不给 他还拿八重棍打我 然后 然后我就不小心 把他杀了 陆少青 什么人生负 监力不容 金钱 和继父报仇 大哥 我不请他有什么错 你为什么要杀他 难道你为了名利 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了吗 大哥 我不是故意要杀东西 我知道错 大哥 你原谅我好不好 少青 大哥 不要 把他送进监狱 陈飞飞 你收手吧 你猛烦 凭什么 什么凭什么 凭什么所有的好运 都发生在你身上一手 就有一个 有一个的守护者 凭什么 你叫他你就狂狂 因为他善良 因为他对别人没有恶意 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 你拥有不良 是因为你不配 陆少泽 你以为你像圣人一样 站在你就是圣人了吗 你以为 你就能在李以沫身边一辈子吗 我不需要永远留在他的身边 只需要他永远开心快乐就好 陈飞飞 你走吧 从今天开始咱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好一个一笔勾销 李以沫 是不是还要感谢你啊 陈飞飞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不想把事情做绝 坏事做尽 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 你快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 城王败寇 李以沫 你能逆风翻盘 我陈飞飞也能 沈亿 陈飞飞 你好狠 你残害了苏唐 我要你偿命 沈亿 苏唐怎么了 他接受不了被侵犯的事 自禁啊 什么 陈飞飞 你看看你害了多少人 沈飞飞 你毁无苏唐 沈亿 你得搞清楚你的敌人是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唐自杀 是陆少子和李以沫 他们把苏家搞得一无所有一败涂地 让苏唐流落街头 没了家庭 这才有这样的结局 陈飞飞 你还在执迷不悟 不自悔改吗 我说的有错吗 苏唐应该世家千金 流落街头一无所有 还是我给他饭吃了 陈飞飞 你真是好不要脸 是的 我们也算给苏唐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这是我们亏欠他的地方 但是 你联合他绑架我 然后背后使坏 让他的手下背叛了他 还侵犯了他 你 好了 姨沫 这种人就应该把他送进监狱 牢底坐穿 沈亿 我们对苏唐也有一定的亏欠 但是 真正的凶手是陈飞飞 姨沫 你不用再说了 苏唐对你做过什么 我不是不知道 苏家的负面 是罪有应得 但是 陈飞飞 你抓着苏唐不放 利用他对付姨沫 最后还伤害了他 我一定要让你偿命 谁说伤人就一定要偿命啊 谁是受伤 还没几条人命 哼 你对了 你倒是提醒我了 姨沫 我这里有陈飞飞犯罪的证据 是他 还有他妈陈穷 把你妈 推下楼 摔死他 什么 我本来想带着这个证据给你去 继续将这个恶魔 送到监狱里去 可是 当我赶到家里的时候 他已经 离开我了 陈飞飞 你们好狠 我母亲于是吴征 一直大动地包容你妈 可你们 竟然害他性命 姨沫 那是我母亲的主意 我那时还小 我哪懂啊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我要你们母女俩 替我妈偿命 姨沫 姐姐 我们是姐妹 我们是同父姨沫的姐妹 我们身上流的同样的血 你相信我 别跟我提什么同父姨沫 你让我恶心 本来我打算放过你 放过你 从此父不打扰 各自收 我不打扰 可是你们 杀害了我的妈妈 我不会像以前一样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小飞飞 你 让开 想让他活着 都给我让开 好 你千万别杀害姨沫 我们让开 小泽 不要放太子 闭嘴 不要 伤害姨沫 陈飞飞 你放了姨沫 放了他 你不就能放了我吗 陈飞飞 你要不今天就杀了我 你要不就 姨沫 你先不要激他 陈飞飞 你不要一错再错 收手吧 收手 我现在收手 能全身而退吗 来不及了 放了姨沫 苏唐的事情 我便不再追究于你 这个沈亿果然对姨沫很在乎 在如此环境下 首先考虑的还是姨沫的安慰 不过也好 多一个人对姨沫有爱 那就多一份安全 你 你看我干什么 我就是觉得 事已至此 不要再有人受到伤害了 沈亿 你是个男人吗 一边爱着苏唐 一边爱着林姨沫 两个都爱得那么卑微 你不是 要来给苏唐报仇吗 怎么 见到老情人 连仇恨都抛弃了 陈飞飞 你就是要人质吗 你放了姨沫 我来当你的人质 还是我来吧 这不是 是故意的 这种事情跟我抢 沈亿 以莫是我的未婚妻 你跟我抢什么呢 杜少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 苏唐已经离我而去了 我没有办法替他报仇 让我去吧 死了 也是一种解脱 闭嘴 我让你们坏人之吗 在那里伤来来伤来去的 林以莫 你究竟有什么好的呀 连仇死都被你争先恐后 他都想多了 是不就摆在这儿吗 真的很让人讨厌 越是讨厌他大女主的身份 你们越是要给他优越感 所以 你现在要做的 不是想爱以莫 而是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怎么回事 你放了以莫 你放了以莫 做个少子 你爱他是吧 是的 沈亿 你也爱他 你叫叶寻欢 你也爱他 我是爱他 但我跟他的爱不是男女之情 以莫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们是结外兄妹 林以莫 你真的很让人羡慕我 为什么所有的好都让你遇到了 陆少泽 你不是说你爱他 也议为他去死吗 不愿意 只要你肯放了以莫 好啊 那你就跳下去啊 那我跳下去之后 你一定要答应我 放了以莫 好啊 不要 等一下 你死了 你管我还活狗活吗 傻瓜 原来 真的有人愿意为你去死 哪里不如你 我只不过亲手拥有这一切 我错了吗 我只不过 想多为我自己的东西而已 陈菲菲 你自首吧 你叫叶徐花 还记得这支钢笔吗 你说吧 你想要我怎么样 我想让你杀了林一摹 可以吗 我果然没看错 好大的能量 还认吗 我叶徐花答应的事 就没有食言的时候 说吧 你想我怎么样 谢 叶徐花 我不要什么 我要你 欠我一辈子 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的 林一摹 杀死你母亲的凶手 在小小法外 哎呀 这菲菲跟少卿 也不知道 把今天这个事处理得怎么样 这是几死人 哎呀 咱们两个人 那就是 林一摹 你怎么又来了 会不会是 在外面混不下去 流浪街头 现在回来 找点饭吃 很抱歉 没能如你所见 小贱人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一会儿 一会儿少卿和菲菲就要回来 哦 识相一点 赶紧消失 你们的好女婿 陆少卿 已经在监狱了 而你的宝贝女儿 已经下去跟我妈道歉了 你对菲菲做了什么 刘以沫 你干什么了你 我做了什么 你应该问问你的诊边人 他做了什么 这 什么意思啊 不是 老公 他们就是挑拨离间 这是他们的计谋 对 我已经找到了证据 是你和陈飞飞 亲手杀害了我妈 不可能 哪里来的视频啊 没有 没有的是 你是要我当面播放视频吗 是你和陈飞飞在天赛 亲手将我妈推了下 那你跟我把话说清楚 你跟我把话说清楚 你刚刚 你刚刚说 飞飞怎么了 陈飞飞迷途之反 畏罪自杀了 飞飞 还有你 你要给我妈偿命 飞飞 新姐 带她去自首 飞飞 老公 老公 我不配当别人的老公 我不配当别人的爸爸 伯父 谁是你伯父 行了 伯父呢 一直以来 也受到他们的欺骗 埋在鼓里 要不 你还是原谅了伯父吧 这都是我的错 我要下去陪你妈妈 我要下去陪你妈妈 我要陪你妈妈 如果你真的下去给他道歉 那我在这个世界上 就一个情人都没了 原谅爸爸 原谅爸爸 很多事 我都希望听老天啊 什么意思啊 我手上有两张扑克吧 一张是A 一张是K 如果你选择的是A 那就是妈妈原谅你了 如果你选择的是K 从今以后 我们互不打扰 各安天命 好 就让你妈妈 替我选择 莫莫 是A 那你呢 我听妈妈的 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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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 一切都过去了 我做的对 我是不是不该替妈妈做 我想 她一定知道 她的女儿长大了 所以你的选择 一定是她想看到的 少泽哥 谢谢你 谢谢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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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